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新加坡本地读书人的一个大新闻 就是新加坡本地又新开了一间中文的书店 这个真的是 这个年代开书店 不要讲新加坡 简直是好像在很多地方 开实体书店 就是 是一个 好像讲出来很不好听 总之是一个好像很不理智的事情 现在书店倒的还不够多 然后他们悲惨的还不够 还有人新开一个新的书店 反正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当然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是新闻 因为这个书店据说二月份已经开了 你看我现在四月多我才知道 这个是我的问题 还是书店的marketing的问题 你看像我身在新加坡的蒙古国网红 整天做一些读书方面的东西 居然没有通知我 居然不知道 这个新的书店市场不差评 好 然后我就在前两天 然后我就去了一下新的书店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新的中文书店这个情况 这个书店叫做卓尔书店 这个书店 好像我记得以前在哪里有看过 有看过这个名字 还是这个名字 我记得在国内有看过这个名字 卓尔书店 但是也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个书店开在新加坡的哪里 它开在新加坡的乌节路 这个真的是让我越来越想不通 乌节路这种地方 感觉只有什么Kinukuni 这种背后有大财团支持的这种连锁书店 才能开得起 像一个中文书店能开在那里 我希望他们能活下去吧 然后我就去了 我们就看了一下这个书店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书店 我的一个观感 我会放几张这个照片 大家看一下 很多人 其实可能很多人去过这个书店 大家也应该在网上看到过一些 这方面的介绍了 新加坡的书店本身 其实真的很难活下去 新加坡以前曾经有很知名的 什么Page One 还有什么一些很不错的书店 但都陆陆续续都倒掉了 甚至包括一个 以前在本地很知名的 现在也关掉了他的尸体部分 只剩了网上的经营那些 我前一段还过去参观了一下 发现只能看到 只能看到 讲的不好听一点 我只能看到他的尸体了 我看不到他 我觉得很遗憾 因为在现在这个年代 开书店真的是 好像是一件纯理想化的事情 真的大家想不出 能怎么赚钱 尤其在新加坡本地 就是中文书的 阅读中文书的群体 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一个中文书店开在这里 我实在猜不透 他的这个想法和胆量 是从哪里来的 这样新的书店开出来 我们是很欢迎的 我个人 尤其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不管他是一个做什么样的 不管他是什么想法 不管他是开成什么样子 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至少他给本地的书店 给本地的读书人 提供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一些地方 我也看了一个 关于这个新书店一个介绍 一个新闻 我发现有一些本地书店业者的一些采访 我觉得很值得玩味 我就看了有一个书店老板 就说开一个新的书店 当然是好了 只要大家能够一起来维持书价 不要搞削价竞争 那这样对读者就是好的 我就觉得这个有一点 怎么讲呢 我觉得有点 为什么来了一个新的书店加入 你就要讲别人是 好像说要提前警告别人 你不要给我搞削价竞争 如果你不搞削价竞争 我们还是好朋友 这种感觉 当然我不是一个图书经营的 一个业者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 买书的一个人 讲真的这种话 人家的困难我也不知道 我其实没有任何资格来讲别人 只是我说作为一个旁观者 觉得说 好像这个话说得有点小气 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大家可以很谨慎地观察 不见得没有不开新的书店 大家就都活得好 也许开了新的书店 他还培育了一些新的读者 市场大家都变得好 没必要好像马上跳起来 很紧绷地说 你不要削价 你不要怎么怎么 我觉得格局太小 然后我们现在来讲 我看书店的观感 书店其实我看了一些之前 有别人发出来说 这个很热闹 什么之类 可能是刚开业 确实还是挺热闹的 但是我前两天去看 基本上就 也许时段不对 基本上人不是很多 真的是读者寥寥 在里面看到真的很空 我的一国观感 第一个观感 就是这个地方太大了 就是这个书店 有点镇不住场子的感觉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像好像比如说 那些什么脱口秀的 或者说相声的 或者什么表演话剧的 就是在小剧场 效果不错 但是当然突然把你拉到 一个很大的 什么几千人的剧场 就有一点镇不住场子 就是那种感觉 也hold不住全场那种感觉 当然这个书店 本身它的面积真的很大 它楼下一层 楼上一层 我讲的很大 不是像新华书店那种大 就是对于一个小书店来讲 它是比较大的 有点像两个小书店 这种的面积 那为什么我觉得说 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第一个表现 当然就是真的书不够多 你看过去 这个书内容不够丰富 第二个就是你觉得 真的就是它那个气质 不够震得住场子 第二个呢 我这些都是瞎说 我自己的一个观感 大家如果或者说 主演书店听到 也不要生气 也就是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 可能一些完全 纯个人的一个感受吧 大家有和我不一样的感受 也正常 第二个观感呢 我就觉得说 这个书店做的东西 太新了 太毛超了 就是这个书店进去 我逛一圈啊 我就如果我拿家具来比 我就会觉得说 就好像我买了一个 新的一家的家具 我看不出特点来 就是你看这个书店 它有做很多东西 它有卖一些这个 它有做一个小小的画廊 卖一些这个 这个艺术品的 这个这个当代艺术的 这些这些画吧 还有做一些这个 有做一个小小的咖啡店 有点像这样的 我完全没有兴趣 所以就没有看 还有当然最主要的卖书 为什么我觉得说 它像一个新 毛毛超超的一个新家具 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这几个东西 都做的不够专业 你那是一个茶店也好 咖啡店也好 就是完全不会让我觉得 想在那里喝一杯 或者说想在那里 点一个什么茶 就是可能也是 真的是完全自主经营的 就是在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人过来泡一个水 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是不做出专业来 它就没有那个气质 它就吸引不到这样的人 它真的是像 给我买一杯水一样 就是有点像 我去Seven买一杯水 提供一个基本的服务而已 就是这个画廊 也完全就是一个摆设 就是这种感觉 就没有 做的不专业 比如说最主要的书 作为一个书店来说 我觉得它 没有那种书店的气质和味道 就是可能太新了 我放这个照片 大家看 它的这个书架 就是一损 整整齐齐 码得干干净净 然后可是整体 让你觉得很空 让你觉得 还有这个 觉得好像真的很新 没有不会吸引你 就是觉得很冰冷 这种感觉 那书店书店 最主要的是选书 我觉得对于小书店来说 或者说对于什么文青类的书店来说 最主要是你的书能够选得很准 选得很特别 才能够吸引一部分人 当然选书这个东西 就是很难讲 因为你可能吸引了这部分人 这部分人 可能那部分人就没有了 就失去了 但是我觉得至少要有一个特点 那我看了这些书 就真的我觉得真的 看不出什么特点 大家看比如说 从基本的分类来讲 书的分类有很多种 可能王大妈来分这个书店 可能就是说 两毛的一组 然后八块的一组 对吗 对李二姐来分 可能就是说 美妆的一组 什么电子消费的一组 对吧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书法 但是作为一个书店来说 你如果图书的分类和选书 做不好的话 真的就很难吸引到 或者很难迅速的吸引到 那个顾客群 我觉得这个的分类 就真的很传统 进去有一种 很熟悉的感觉 我讲很熟悉的感觉 不是一个很好听的词 而就是很熟悉的 新华书店的感觉 但是新华书店是一个 新华书店的分类 可能讲 并不是一个小书店的分类 它不是一个能够吸引人的 一个这种气质类的书店的分类 所以我觉得 如果卓尔书店 用这种分类方法 真的是我觉得是 可能是一个比较 不容易让人找到书的一个分类吧 那我就进去看了一些书 有很多经典名著 这个东西其实我真的 我无法接受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了 还有经典名著这么一栏 然后来 这个明明是给小学生的书店里边 才会有这样的分类吗 什么经典名著 或者甚至包括它的书架 它的书架像精品屋一样的 很亮闪闪的 然后格子有灯 然后每个格子 然后放在那里 我就觉得 它有点像机场的书店 就是我们机场的书店 就是会很多那种 看到好像放了很多玩具 放了很多电子产品 但是书不应该这样呈现的 这是我的看法 就是书应该是一个有温度 有触感的一个呈现方式 而不是那种bling bling 然后好像很刺眼 很尖锐的这种呈现方式 当然可能有的人喜欢 就是我不太喜欢这种方式 我喜欢的书店方式 就是在里面不能很空 你一定要放很多橙色的地方 这个橙色不是全部站在那里 只让我看书籍 书最吸引的地方 是它的封面 你要让我看到它的封面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奢侈的地方 因为每本书 我给你看封面 它呈现的 它的地方就 它所能相同的位置 能呈现的书就变少了 可是你里面那么空 这个书店 你又不放很多人 嘻嘻嚷嚷 对吗 你只要给人留一条 窄窄的路就好了 都可以平摊着 平摊着书放在那里 就是更多的展示 那些好书的封面 因为书的封面是一个人选书的第一步 你如果封面不能吸引人 别人干嘛要来 怎么会买这本书呢 第一封面吸引人 别人才会拿起来 然后看里面的内容 发现内容真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真的 可能这个书店让我很空 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是真的很物理的空 因为它就是有很多空间 让人放很多人 但其实书店按理说 如果不是网红书店的话 不会有那么多人的 其实应该更多的留给 把那个书呈现出来 这个书店呢 我觉得做的好的一点 因为它本身是一间武汉的书店 武汉其实是一个文化很兴盛的地方 这个可能 可能我这样觉得吧 我觉得武汉真的文人非常多 也文化很兴盛 所以它有放很多武汉元素 或者关于武汉的一些书在里面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当然可能这是很个人 因为我个人很个人很喜欢 研究某一个地方 那里这个文化怎么样 那里各种细节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把那个地方做深 做砖是一个很好 很吸引人的地方 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 但这一点我看到 那边有关于武汉 这个关于武汉那个还是挺不错 但是也很遗憾 我居然没有看到什么 什么关于武汉的一些作家 武汉我们有好几个知名的作家 有一些大家不太喜欢的作家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的那个 还有一些别的很知名的作家 其实可以把他们的书放出来的 就是这样我逛了一圈 就是这个书会让我感觉很 这个书店会让我感觉很冰冷 我觉得可能有它的考量 或者有一些什么别的防火 或者什么什么要求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书店 还是要让一个人能够停下来 留住它 它才有可能买书 你都搞得这么直烫烫的 它嗅下去走掉了 怎么可能留下来消费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可能做更多的改进了 那在那个地方我绕了半天 我真的其实我真的很想很想消费 我很想很想买书 可是那个地方真的没有让我想要 没有让我停下来的地方 因为我就真的翻了翻 当然书真的还是有好书的 我就昨天后来我就买了两本书 一本是一本 哎呀关于自然的书 叫深山以晚 这本书我发现真的非常好 另外一本就是这一本严格的小说 所以其实它是有很好的书的 但是呢 我觉得它的呈现方式有一定问题 并没有把它突出出来 或者说并没有那么容易 给别人留下深的印象 让别人那么容易的找到书 那里的书主要是有两类 一类就是国内的一些书啊 就是一些流行书 另外一类呢就是台湾的书 我看到有一些台湾的书 还有一类就是有一些本地的书 这个我是看它介绍 但我真的没有看到什么本地书 当然本地的中文书本身就比较少了 台湾的书呢我觉得也没有很多 当然和真正台湾的书相比 可能还是有差距的 但我看了一下并没有很多 那书的价格怎么样 最关心的书的价格怎么样 这个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基本上中文书 比如说国内的书 中文书的标价在这里卖就是一个翻倍 比如说国内卖10块钱人民币 这就是两个新币 来这里就是翻倍20块钱人民币 就是4个新币 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吧 因为本地很多其他地方的书 卖的会比这个更贵 我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我在前一段去另外一个本地的 知名的中文的小书店 那间书店在橙色方面 在气质方面真的还是赢过桌儿书店的 可是在书价方面真的很贵 我乡头我买了一个高木直子的绘本 绘本就是台湾产 台湾印刷的 台湾出版 台湾出版的台币是320块台币 可是在上一个 在另外一间书店 就卖我20多块新币 真的很贵 然后我看到在这个卓尔书店呢 是卖的是15块新币 所以这个卓尔书店的这个价格 真的是还是很良心 很良心的 就这一点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高木直子的书 一直以来也不便宜了 那这个中文书呢 基本上就是国内价格两倍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 这个这个再讲我两本书啊 两本书 这个小说我已经看完了 真的这本书呢 有一点像讲上个 就是改革开放最热门的时代的 一个小镇的企业的一个故事 你看很多元素啊 小镇 企业 改革开放 包二奶 你看有这样的故事 家庭故事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读起来也很酣畅淋漓 很快我三个小时很快读完了 这个书 但是小说嘛就是一个让你爽的一种 一种读物嘛 很快你就可以读完 但是读完了可能你也不会再读第二次了 所以有谁需要这本书的话 也可以来找我 我会寄给你还是怎么送给你 另外一本呢就是这个 这个深山一晚这本书真的是好棒好棒的一本书 它就有点像那个 很多就是这个人呢就记着这个人 这个人叫傅飞啊 这个人我不知道 我就是读这本书才第一次知道 就是他到五一山的这个周边 找了一个小村子 就是山区里边 自己盖了个房子在那住 很多这样的 包括什么之前最经典的那个什么 瓦尔登湖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这样的书我有很多 我们接下来我们再一集专门讲这个书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